Hello 沛宝 欢迎收看我的新单元跟我一起聊天 然后有一种姐妹悄悄话的感觉 其实我想要拍这个单元很久很久了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怀念想念 就是跟好姐妹躺在被窝里一起聊天 无话不谈然后畅聊整夜的那种感觉 我有说嘛就是前阵子 我跟小桃的躺在床上 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跟她聊天 就是会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那如果是周末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聊比较久 有一次我竟然跟她从10点聊到12点多 我就觉得哇 我这样可以跟一个九岁小孩聊这么久 然后我跟大桃其实也很常聊天 我觉得之前常有一些人问说 我跟大桃感情怎么会这么好 应该是我们常聊天吧 常聊天会分享着你的想法 然后你会知道对方的感受 有的时候你遇到什么困难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就是对方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原来事情并不像我想象中的这么糟 原来就是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跟看事情的角度 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就不用把自己困在那里了 也许我就突然间觉得想开了 就是对聊天太重要了 所以呢这个单元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啊 女性成长啊什么励志的影片 而是我希望我能够改变自己 怎么说呢 我今天YouTube频道应该已经至少十年了吧 然后谢谢你们这些日子陪伴着我 跟我一起成长 那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所以你们常常看到的我或许都是乐观开朗啊 然后不知道在傻笑什么的那种感觉 觉得我好像无忧无虑 有时候看起来蛮讨厌的 对我以前没有办法体会哦 我以前觉得说就是可能有一点点讨好新人格吧 我觉得就是开开心心的样子 谁不喜欢呢 但是当我人生陷入低谷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当心情不好的人 看着别人开心 只会更难过 所以这让我学习到 也许就是人不用这么的坚强 你不用随时都要保持的快乐 也许当你开始敞开软弱的一面 也许当你开始跟别人分享你的烦恼的时候 你就是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孤单 也许你的分享也可以让某些人有共鸣 然后大家一起变得更好 我觉得一起学习 面对人生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负能量 难过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开启了这个聊天的单元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天 然后对 大概就这样 好 跟你们报告完这个单元了 对 跟你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单元 我一开始的设想是躺在床上拍 因为我就是很想要 就是躺 我觉得躺在床上很舒服 就是躺在床上跟人家聊天的那种感觉 是你会有就是不需要去想说 啊我一定要讲得很快啊什么之类的 你就是慢慢轻轻松松的聊天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喜怒哀乐都分享 可是呢躺在床上真的太舒服了 拍一拍片会睡着 所以我就只好 啊找张沙发好了坐着 还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只是可以不要睡着 让我能够拍完一片 好啦 今天是第一集嘛 今天第一集的话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 感谢你们一直陪着我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先跟你们分享 我最近困扰的事情 困扰了好一阵子 蛮久的 我一直在思考 自己的人生方向 该往哪里走 频道经营的策略 应该如何去进行 因为我想有在看YouTube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越来越多的YouTuber 已经不拍长影片了 大家都转战到短影片 不管是YouTube平台也好 后台的演算法 已经开始比较强力的推荐 短片 然后还有像是Instagram Facebook都是 就是现在都是主打短影片短影片 感觉好像你拍了短影片 才会有比较多的流量跟曝光 然后 嗯 对 就是 你会觉得啊 我要赶快 就是抓住时代的潮流 也跟着大家一起拍短影片吗 还是你要把时间 就是继续放在拍长影片 这件事情上 然后 我就思考说 对 虽然拍短影片是一件 可以让 就是整个频道 或者是 让你想要分享的内容 可能可以触及的更广 因为平台会推荐嘛 可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短影片没有办法 完整的呈现跟表达 你想要说的事情 例如说 像是化妆好了 一部短影片 最长就是90秒 90秒你可以干嘛呢 就是 你还没有看清楚 眼线怎么画 人家已经画完整个全妆了 就是 对于真正想要 学习 想要得到一些资讯的人 其实短影片的帮助 非常的有限 只有 长影片 才可以 好好的畅聊 就是聊很多的事情 所以 嗯 对 这也是让我想到说 那 我当初拍片的动机是什么 在我十年前 开始拍YouTube影片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任何的频道 分润的 不会因为你们看我的影片 然后观看次数比较高啊 我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钱 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会 想要拍片的人 纯粹就是喜欢分享 对啊 我一直以来的初衷 就是想要分享 就是因为你们 所以我一直持续的拍影片 然后 我之前也有想过说 即使我的观看次数越来越低 你们都不看我影片 对我来说 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代表你们 生活已经更忙碌了 你有更多你重视的事情了 你有你的家庭 你有你的孩子要照顾 你有你的工作要忙碌 你的时间 就是花在更多其他的事情上 或者是你的时间 花在让自己成长学习上 对我来说 我都是非常的高兴的 好像就是看着大家 一起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一些配保的留言 都是 对不起啊 最近比较忙 没有办法看的影片的时候 我都是觉得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有空再来就好了 你们能够记得我 想到我对我来说 就已经是非常感动 我心跟足以支持我 继续拍片的动力了 然后今天是第一集嘛 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 最近收到的一封一妹哦 也是因为收到这一封一妹 让我觉得 不管就是晚上再累 再想睡觉 我也要赶快 就是拍这个聊天的影片 让你们知道 我们可以聊很多的事情 你不孤单 我一直都在 然后 你们也一直都在我的生命中 就是很感谢你们 那 说到这封信 真的很有趣 那一天我心情 不是这么的好 就刚好也有一些烦恼吧 然后在车上的时候 大陶就跟我说 有一封 那个配保写的email 给你哦 你要看一下 有空你就回一下 然后我就 哦 好 然后 就看email了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 大陶知道 这封email可以鼓励到我 所以 就叫我赶快去看email 对 就是 他非常的了解我 我的软肋 就是你们 我是一个 从小到大都 很希望有好姐妹的人 所以我读了七年的幼保 然后让自己身边都是 充满着 善良可爱的女孩们 这是我觉得 能让我 过得更开心的方式 好 那我来念一下 这封email给你们好了 因为 这封email 当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是 帮我的整个 YouTube 这十年来的生涯 好像做了一个 很精 精辟的 总结了耶 好 她说 佩莉你好 我是罗贝卡 由于再三还是决定 写这封信给你 我从十年前 就开始看你的YouTube频道 失恋是一个好神奇的感觉 我人生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 都有你的影片陪伴 我以前是个爱美很爱狗的小女生 所以我超级喜欢看你教Asian的一些影片 还有我也是看你的影片 学会如何买淘宝的 那时候买淘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因为你的详细教学 我那时候可以透过淘宝 买好多好看又便宜的衣服 真的超级开心 我也总是很认真的 跟你学一些时尚的穿搭小技巧 虽然我每次穿起来好像都没有你好看 但是那段回忆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爱 从超爱你的楼中楼套房分享 到结婚的各种梦幻影片 再到小桃的出生 哇 真的是非常久了 我一开始拍片就是因为 养狗狗嘛 然后住在那个楼中楼的套房 那是我为我自己的人生 第一次租了这么贵的房子 为什么会租这间房子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大概就是结婚前的倔强吧 我跟大桃在一起八年多 然后那时候面临着 我觉得不是分手 就是结婚的选项 然后我觉得一直都在谈恋爱 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时间是回归到自己身上 我就觉得很想要 自己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所以租了那间房子 那之后再跟你们说好了 感情的事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聊聊姐妹们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想要 了解我们的感情故事啊 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哦 好 那我之后再跟你们说这一块 我先继续好了好不好 继续 好 再到小桃的出身 那时候我还想说 天哪 这是我看过全台湾最可爱的小baby了 你这是心中有爱啊 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 看什么都可爱 当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不化妆 你也觉得我漂亮 好了 那再后来呢 你去美国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好可惜 我还没机会在台北路上巧遇你 你就要去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了 但心里也是很为你们开心的 对啊 好朋友就是这样 嗯 你开心 你开心 我也开心 看着你变好 看着你的生活有所成就啊 什么的也都是会替对方开心的 我觉得这才是真爱 好啦 后来呢 常常 后来呢 开始常常有许多酸民的恶意攻击 每次看到你明明很伤心 但还 但都还是能很正能量的回应 就觉得很心疼 但同时也会在心里想着 不愧是我喜欢的佩莉 那个 即使面对如此多的恶意 都选择善良温暖的佩莉 还有次很印象深刻的是 有个粉丝寄信给你 提提自己被霸凌的事情 你拍了一部影片回应 说你很心疼 还讲到哭出来 我现在看你的心 我也哭出来了啊 是 温暖的感动的那种落泪 不是难过的哭 好 那当时看影片的 我也跟着流眼泪了 真的觉得你是一个 好温暖好温暖的YouTuber 看到你英文没这么好 却还是很勇敢在美国生活 念英文靠公民 真的给了我许多 也要勇敢踏出那一大步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 英文也很差得我 也勇敢的跑来美国了 恭喜 也没什么要恭喜的啦 在美国也不一定是比较好的事情 我们已经好几次都想要回台湾了 好啦这以后可以跟你们慢慢的聊 好 我讲到哪了 好了 我觉得自己某方面跟配例很像 我大学就读幼宝系 虽然我知道你也是幼宝 但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但我其实很讨厌自己的学历 直到有一次看到你说 幼宝系也让你获得很多很棒的概念 我才开始学会欣赏自己的专业 后来我硕士念行销系 并且有在一些外商实习 发现自己的英文是很大的弱点 所以我开始规划要出国当交换生 好好练习英文及熟悉国外文化 所以开始上线上一对一家教 好不容易通过考试的最低标准 从去年为此奔波了整整一年 这礼拜我终于飞来了 目前其实一切都很紧张很害怕 而且因为是一个人飞来 所以偶尔也会想家想到掉泪 但每每看到你的影片 又会给自己一些勇气 要勇敢的撑下去 看到自己的蜕变 希望自己的小小分享 能让佩莉知道你的影片 带给粉丝多大的影响力 而且是很长远的影响力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你能够越来越顺利 继续缠出很多 让大家也勇敢追梦的影片 也很期待未来 能与你巧遇的机会 虽然我远在Georgia 但寒假还是会想去西岸旅行 好欢迎来找我 不过我现在住的地方 有点偏僻耶 这里也没什么华人 我们可以约在热闹的地方 不晓得你会不会看到这封信 但无论如何 我对你的感谢跟祝福 我相信一定都能够传递给你的 附上我跟狗狗的照片 好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 然后 嗯 其实啊 我常常觉得 嗯 自己何等何能 能够被你们喜欢着 然后影响着你们呢 哦 这样说到 其实我刚开始 还没有当YouTuber的时候 我是当部落客的 我就是 在无名小站上面 会写一些文章啊 然后分享 我那时候当模特嘛 就会分享我 拍广告 拍戏的一些花絮 主要就是当记录生活 然后我有一次分享了一个 就是 呃 里面 我具体有点忘了 好像类似就是 诶 这个礼拜五啊 我们教会有举办一个 单身联谊活动 就是 有兴趣来参加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来啊 结果 到了当天 我一走进教会 然后 那边的城市就是有化妆区啊 然后拍照区啊 然后我就看到 诶 有一个女生 被化妆 长得蛮可爱的 我就叫大陶看 诶 那边有个女生 好可爱哦 结果呢 那个女生搬过来 就跟我打招呼 佩莉 佩莉 然后我就吓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流量并不是很高 我并不是一个 很知名的部落客 她 就是看了我的那一篇 部落格文章 从 屏东 搭车 到台北来 然后 参加这个活动 那一整天的行程 就只是 为了参加这个活动 特地搭了 这么多个小时的车 然后也 也不 也不知道说 她可不可以遇见我 她只是抱持着 想要试试看的心 所以就 来了 我当时也并没有想到 我这样的一个分享 会 让这么遥远的人来 我本来只是觉得说 住附近的 有空就来一下 可是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有一个人会 为了我 搭车 搭了这么久 从屏东 跑到台北来 所以 那个时候是 吓到 跟 就是感触特别的神吧 我 非常的 感谢 贝贝 就是那个女孩 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尤其是在我 刚开始 经营 部落格的时候 让我知道说 我的一言一行 都是有可能会 影响到别人的 所以让我会 更谨言盛行 所以 对 就是 嗯 谢谢你 谢谢你陪着我 那 然后 后来也陆陆续续 就是 有 收到一些女孩 觉得 我影响了 她的人生 改变她的人生的 一些小故事 我觉得很棒 就是 你们的所有分享 也都是 支持着我 继续拍片 的动力 所以我会觉得 每一次 想到你们的时候 想到我可能 影响到 任何一个人 我都会 逼自己 就是 要变得更好 要更努力 然后 要学更多 更新的东西 可以分享给你们 或者是 就是 要让自己 赶快调整好状态 然后 嗯 就是 可以分享快乐乐观的 我给你们的 那种感觉吧 其实 能够让我 越来越好 能够让我 持续努力 勇敢往前 也是你们 就 很谢谢你们 我知道 嗯 生活不容易 人生苦断 人生 就是 不可能 永远都顺利 一定也会遇到 许多 各式各样的 问题啊 困扰啊 不管是感情啊 家庭啊 亲子啊 在你人生 不同的阶段中 都会有 许多的疑难杂症 然后 嗯 我希望 我也可以 跟你们一起 度过 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 主要开这个单元的 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 可以有更多 更多可以一起聊的 有什么 想要跟我聊的 也欢迎留言 嗯 我会从你们的留言中 去 找一些 就是 我觉得很值得 讨论的话题 好不好 就是 当做一个 姐妹聊天的感觉 谢谢你们 真的 真的很爱你们